大家好,欢迎来到公主者 我是上劳壁华永春拳玩阿牧教练 我刚才讲完了那个力量的训练和速度的训练 下面我们讲一下如何去训练这个运动中的距离感 其实搏斗啊,谁掌握了这个距离感 谁就赢得整个全场 所有的动作在合适的距离内才能产生这点 如果你的动作就是说差那么零点几公分 可能力就不一样 所谓的强弩之末 你用力的去打一拳,也有个镜头 如果对方把这个力,就把距离控制在你的镜头的多那么一点点 不是说你打一拳他就跑了 你看到我们现在这些拳击手 还有就位台上的这些运动员 他其实躲闪 其实就是平常不断的去训练这些距离感 练出来的东西 我们练永春也是这样 我们每个动作用手用脚都是有距离的 不是说你很多人说永春圈只有近身短打 不是这个意思 什么叫近身,什么叫远程 很难理解的 不可能说他站在这,我站在这,我吐口水吧 对啊,没有远程攻击的 你要这样理解,我们没有远程攻击 也不存在说我们近身短打 只不过我们能够在短距离也能发力 一般人做不到,这是我们永春的长项 但是你想一下,如果我这么短能打出去 你把我的手拉那么开,我再打出去 难道会比那么短的力量小 那当然是比这个力量大 所以我们刚开始,你看我们打木人桩 要先伸个手掌去量一下桩 然后开马,然后在这个一个掌之内 你看,就是说这个手掌一个圆圈之内 包括你花手,也就是说打到这个圆之内 你产生巨大的威力 超过这个手掌,你就要进马了 你就要用身体拉进去 你就是说你可以这样理解 所以我们永春呢,这个手你打 就是打到这个手掌,这个位置 你这一段的过程中,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 如果超过这一段 你就需要你的手法,还有你的这个身形步法 来完成这个距离的拉近,然后再打 好,但是并不意味着,比如说八战则五战则 我从第一下,我一定要冲到这里面 然后再打,不要这样理解 不要这样理解 因为我们还有脚法 不是永春圈只有拳法 在两个人对比的时候 一般来说,他如果练伞打的话 不管他练什么 他会左右的寻找这个空档 没有人会说站里面一动 一般人会左右左右 对,这样他走来走去 好,你可以找一个人跟他训练 就是说把他当作对手 怎么练,我们先练 不说手的距离 因为你等到人家靠近 等到人家走到这个地方 其实已经晚了 如果你作为一个被动人 他已经打到你了 好,我们先练脚的距离 什么意思? 你要先伸一个脚,脚腕勾起 看一下你的脚跟大概就这么远的位置 好,先不管他的手 我们先平常随便站立 我们永春有一个正脚 这个叫正脚 好,你可以这样训练 我们的腿和正蹬不一样 不能说他走上来 然后我一个正蹬这样蹬过去 我跟你说,你家里就傻了 为什么? 如果说他把手放在这里 他是一个经验老道的散打选手 你站在这里,然后人家突然上来 你一个正蹬,刚好 人家就把你搞跑了 所以也尊全脚,正脚,不过腰 一般就是,因为他要上来 无论他怎么晃 他前脚要上来 所以我们这个正脚打他的前脚 一般来说是打他的前脚 所以你看的是距离 什么意思? 你眼睛聚焦他的喉咙的位置 不要看他眼睛聚焦他喉咙的位置 然后无论他怎么走 你可以训练 就叫训练模拟真实的状态 然后呢,他突然上来的时候 你要记得快到了一个脚距离的时候 你就起脚 这是训练 不是叫你打实战,是这样打 为什么叫训练呢? 因为对方他不会走着进来 直接这样打你一拳 因为正常的这么远 他根本是起先腿的 他不会走进来打你 所以刚才我教你练的是距离的训练 不要把它完全当作实战 因为你新手,你必须掌握这个距离感 就是说,对方要打你 他也得走上来让你 对,他不论是起拳还是起脚 都得走上来让你 所以,你只看距离 他只要,那他稍微远一点 对,他只要走走走走走走走 对,到了这个距离 你就起脚 并不是等他做动作你在做 等我意思吧 就是说,你把这个距离感 就通过这个脚法 最简单的正脚的一个脚法 的距离感 把它给练出来 好,这个是你作为一个被动的人 就是说,你被动的去做一个距离感的训练 还有,就是主动的 我能主动的进攻去贴他的脚 很多人,他会 比如说,我贴他的膝盖 很多人说,我走那么近 其实不对 对,因为人家站在这 如果你进攻他 你走到这里才起脚 其实人家已经可以打到你了 走得太近了 这个脚已经太慢了 然后我们大概就是说 走到哪里 比如说,我要踢他的前脚 不需要走得太近 大概就是说,我跟他脚的 中间的这一段 这一段就可以了 等于说,我们走到这里 就可以踢上去了 不需要走得太近 不用走得太近 所以,你跟他两个人可以这样训练 就是说,你走上 然后他就退 他就退 然后呢,你再掌握一下距离 看他没有退多远的时候 你还是这样踢上去 对对对,就这样 不要抱得太近 这个是我们练这个脚法攻击的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刚才一个是被动 一个是主动 我们作为一个最简单的正脚 我们叫正脚 这个作为一个训练 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 下面我们来讲这个 就是说,打拳和用手法的距离 好 首先我们 讲一个最简单的这个上路拳 就是说,他突然走上来的时候 对,你不管他出什么拳 还是看距离 排除刚才用拳头 我排除刚才用正脚踢他的方法 我们就说,先作为一个被动 看他的距离 上来 因为你知道,你把拳队都是打那么远 对吧 但是呢,你要看 如果他的手没有出 他的手没有出来 你要看他的距离 如果你作为一个主动的 然后我会说 并不是这样,你站着等他打你 先搞先准备的训练 走上来 大概打在这个距离的时候 准备坐马 前脚到中前 有脚就踩一脚,没脚就进来 好 做一个直拳的训练 好 这是一个被动 就是说,你让他上来 对,就做一个这样的训练 对,前脚就中路中的 对,走上来 对,是这样 就是说,这是训练 并不是叫你做 我跟他拿下站在这里 然后我跟他走上来 你一定要少少把一个直拳 不是这样 先不要把训练和这个 实战 作为一个 这个 一样的东西 不是这样的,这是练法 好,这是训练你新手的距离感 在什么时机出拳 也不一定是直拳 就是说,在什么样的距离你出手 这是作为一个被动 他靠近我 然后快到我距离的时候我出拳 好,现在我们讲主动的时候 主动的时候呢 你就要变这个 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距离 新手的话,你做不来我们这个马 新手可能只是练过这个手牙马 好,那你就把它当装 就是说两个人做一个配合 他站着你站着 你走上去 大概就是说走到这里 你两一下刀 这个距离是刚刚好 这个距离你变成全是刚刚好 就是说你每一次就要两一下 然后你让他退 对,然后你自己微一条 你别动,别动,别动 就先让他退一步你走一步 对,然后你微一条 就是说你在做这个前牙马的时候 他退了 然后你盯着这个距离走 大概可以说你每一次都拉近这个距离 你看他退了 然后他退了那么多 你也走那么多 就是说你通过这个训练 来掌握这个距离的 用眼睛锁定这个距离的训练 好,然后练完这个前牙马以后 我们就可以练寻一条马 你看我们第一步上去走到这个距离 好,量一下到位了 然后他再退 好,然后他现在退得远一点 好,你进去一看 这个位置也是刚刚好的 再退 对,好,走上去 就是说你每一次这样的 不断的去上一个马 你然后再装 上一个马 然后再装 就是说你每一次都能够把这个距离掌握得很好 当你 你进一步他退一步 你进一步他退一步 你能够捕捉到距离以后 就让他开始自由的移动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他这样的 好,你一上 好,这里 然后你再上 就是说你的车站 一直往这个距离 前脚越来越来越攻陷 一直保持这个距离 你到时候实战的时候 晋升以后 你就知道这个拳 这个手法 每一个距离的掌握 不要从头太近 也不要走得太远 这就是我们 脚法 还有手法的这个距离的训练 这是必要的 这是一定要的 因为你没有这个距离感 就很容易造成 你看到对方 你根本就不知道在想什么 脑子一片空白 人家都快到你的防线了 你都不知道出手 所以这个训练是必要的 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打法 不是打法 这是训练 两个佩佩的训练 什么时候 就像我们玩游戏 你的战士只有两格的攻击距离 你法师有七格的攻击距离 对吧 人家那个法师都靠近你七格 你那个战士你还不走 你难道还站拉拉打 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我们用这个 两个人这样 互动式的这种距离式的训练 我们来掌握 这个距离的方法